上一节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Urika Server 那现在我们要对我们原始项目进行改进 怎么改进呢 原先我们这两个是不是通过这个地址 这些次进行一个访问的 现在我们需要做个事情 就是将它注册到我们Urika上面去 将它也注册到我们Urika上面去 然后我们的order通过我们Urika 去找我们的一个服务 找我们的服务 好 要做的话 这个要做的话 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项目变成一个Spring Cloud的项目 对吧 Spring Cloud的项目 那这变成Spring Cloud的项目的话 我们的第一个是 首先我们需要加载我们的依赖 对吧 先让我们依赖 提到依赖之后将它给弄过来 好 我们就提到依赖 好 可以依赖的话 我们只需要参考官方网站 将我们的Spring Cloud的这个东西给它复制过来 就是这个 把它给它复制过来 好 我们放到对外的泡沫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这个 整个项目变成Spring Cloud的 整个项目变成Spring Cloud的 然后 这样子 它就整个项目变成Spring Cloud的 那下面我们要开始引入我们的Urika 对吧 引入我们的Urika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服务注册到Urika上面去 好 那首先第一个打开我们的提供者 调查注册到上面说的话 首先它必须变成一个Urika的Client 啊 UrikaClient 所以我们在这需要提到我们的依赖 第一个 依赖 这个是什么呢 UrikaClient 这个 嗯 这么我先先先改啊 这个啊 先不写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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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谁呢 呃 因为你要注册到Urika上面去 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Urika的服务器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两个毕竟都是小服务 对吧 这边注册过去 那边注册过去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Urika的一个sever 所以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Urika的sever 所以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Urika的sever 这个项目啊 来 呃 我去讲一下这个名字叫 Quickstart 好嘞 呃 Uri K Urika 呃 就要Urika吧 Urika吧 来 Uri Urika 来 Next 好 Finish 我们首先配置这么一个Urika server啊 先把这个跑起来 我们才能去呃 将我们的那个呃 其他给啊 注册到我们的Urika上面去 好 这个项目其他完成了 是吧 好 其他完成 其他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去写我们的东西了 是吧 下方东西 第一个我们需要添加我们的依赖包 啊 天有我们依赖包 呃 将我们的呃 这个项目变成一个Urika的一个项目 啊 一个项目 好 在这儿 添加依赖 啊 他要什么呢 他要Spring 跟Cloud 跟 呃 Starter的 Starte starte 啊 呃 叫Nite 这个是高 Urika Sever 啊 这个呃 注意啊 这个你在使用E以下的版本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的 啊 没有这个的 呃 因为一版本的话 他做了一些改变 他要加进来了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好 呃 然后呢 呃 我们还需要做个东西啊 加一个依赖 加 SpringMode里面的Security 啊 Spring -put -starter 啊 它 啊 好 啊 呃 这样子我们就把那个那个那个依赖给家进来了 好 这是一个什么 Yuka Server 好 好 好 这个是安全依赖 安全依赖 啊 呃 那我们现在需要将这个项目把它跑成一个web 项目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配一个配置文件 啊 配夸文件 来 没有配置文件 所以我们建一个目录 为了防止 击错 我首先把它变成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 resource 好我们在这里面新建 新建个文件 yml 然后我们去删掉我们的测试 文件 删掉我们的测试类 好打开 我们去序格我们配置文件 第一个不用说 pot server.pot 等会 这个项目还没弄完 没有提示 我们收三点一下 项目删讲完了 刚刚那个 太慢了 太慢 来我们继续写 我们先给他 server.pot 我给你写个一万 一万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这个 Erica server的运行在一万 这个端口上面 一万的端口上面 好 别再来 我们要做这么几个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啊 这个Erica server 还是单机的啊 还是单机的 然后写下注释 因为 当前的 Erica是单机的 所以我们 需要做一些配置 啊 至于继续 那个我们后面的说啊 什么是 Pinx呢 就是 Erica 点 Client Client 点 叫 Regist WithErica 是 Vforce 是Vforce 好 然后呢 它有一个叫 Fetch Fetch 这个 这个Vforce 把声名称为单机的 啊 单机的啊 好 然后 一个 Service Service 一个 URL URL 好 下面呢 有个叫 Default Zone ID DFAU 嗯 嗯 这个呢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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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 呃 实际上的 在这啊 呃 我们要 去让用户访问 这个Erica 呃 呃 我们可以去 可以加上一个地址 啊 一个地址 比如说 GTPP 啊 斜杠杠杠 啊 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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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 然后呢 EU IKE 啊 一个IKE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可以访问这个啊 就是Default 就是他默认的一个去啊 当然我们访问是通过这个地方的啊 就是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个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region和Zone的关系啊 就是他默认是这个东西啊 默认他 好 呃 然后这样子我们配置盘啊 配置盘 配置盘撑之后我们去启动一下他 启动一下他 那启动他的话我们需要做这么几个事情啊 做这么几个事情 第一个我们说去加在我们的配置文件 是吧 加在我们配置文件 我们说一个SpringBoot的一个程序啊 SpringBoot的程序 那第一个我先把这个测试给上架 好嘞 新建一个class 点UIK Eureka APP吧 第一个我们要加上一个叫SpringBoot Application入解 好 第二个 你要想使用它的话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东西 叫叫Enable Enable Eureka Server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Spring Client的官方文章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如何去使用它 你可以看到 呃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这个是吧 Enable Service 我们的地址 它使用的是8761 我们可以使用一万 这是Enable Client的 这是上面的 就是认证我们的Eureka Server 然后 我们看看有没有啊 这是如何导入一个Eureka Server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依赖 是吧 ArtificID 它 然后呢 GroupID是它 呃 然后呢 如何运行呢 我们加上这名字叫 Eureka Server 好 Eureka Server 好 然后我们可以去启动这个程序 了 呃 如果你访问它的话 使用这个 这个Server 还有这个HomePage WithUI 就是说它有一个UI里面的那个界面 呃 你可以通过这个stdp 就通过这个什么 按到Eureka限刻性 可以放红它 就去放红它就行了 好 那我们去做个事情 加上这个这个注解 是吧 这是什么 将当前项目标记为Eureka Server 好,那我们出现文档,没有办法 叫 sbringapplication.run 然后就是ericaapp.class 好,请看他 那我们去启动一下 启动起来 现在开始做映射了 是吧 啊,将我们的东西映射到这个地址来上面 来 好,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地址看看 啊,呃,你发现他需要一个用户密码 那用户密码是什么呢? 呃,他给我们 有一个默认的用户密码的,照照看着呢 他给我们处处画了一个 在这 啊,在这 呃,我们可以去指定他,就是在这 用户密码的,在这 是他用户密码的,是他用户密码是有点啊,试试看看对不对 啊,来 然后找你 方式呢,1,000 啊,1,000 啊,我们就可以过来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EricaSever的一个东西 就1万是我们访问它一个UI界面 Erica是下面的东西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它的一个系统状态 这里面是它的一个 就是组统的一个机器 就这一个 下面是它的一个instance current register with Erica 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前注册了Erica上面的实例 我们现在没有 因为这是读集 下面就它的一些其他info 信息 好 现在EricaSever我们给系统起来了 然后在其中过程中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有个密码是吧 这密码很烦 我们防目每次都要先看 对吧 那我们可以给这指定一个密码 在这里呢 在这打开 好 打开的话我们可以做配置 就是配什么配置呢 呃 我们因为导入一来半叫什么 security是吧 security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加个东西配置啊 来 就是我们这一个叫security 下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叫basic 啊 basic有一个叫enuble enuble 为tru 啊 这是 哎 开启这个什么呃 开启我们的这个安全配置啊 也就是需要密码啊 去密码啊 如果不需要设置为force即可啊 啊 呃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死不成bot的配置文件呢 可能不止这一个啊 不止一个啊 可能会有好几个不是文件啊 呃 但是注意这个参数必须放在 application application.yml 中 不允许放在 vote strap 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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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eka health 找找找 eureka health checked eureka health checked 有这样吗 嗯 不是 嗯 嗯 我改个吧 urek 这应该是-s 应该是-i health health 嗯 hagson hagson health health eureka health checked 哦 在这儿 嗯 我们说注意啊 我们必须把它放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不能放到那个bootstrap这个文件里面 否则的话可能会复改掉啊 这些的 era 這個数的-o-lb-srout application.yml 啊 如果是这个值代 bootstrap.yml 将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一些物质的状态 我们需要注意 这个我们需要放在这 啊 需要放在这 好 呃 一个是他 啊 这个他来 当然这个呢 可能是 呃 house check 是吧 house check 这个 呃 我们还有这个东西啊 等会我们把它给打开就行了 打开就行了 好 呃 这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个东西 就是你不是需要用户密码呢 用户密码在这设置 对吧 在这设置 好 那他是在user 那好 下面一个 任务 为user 你可以自己指定啊 怕是我的 比如说叫123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就给你指定用户名叫user 密码是123 你可以把user名给换掉 啊 也没换掉 好 那么在配置了啊 在配置了 用户名和密码后 我们可以修改 修改 地址的访问风格 为 curl风格 呃 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 我把这个可以给它替换掉 叫什么呢 在这 我们可以指定的一个地址啊 叫user 号 后面是密码 13 it 这么写 就是一个curl风格 好 这叫他啊 他 那我们把它给听到 再给它开一下试试看啊 嗯 密码会不会变点 我们试试看 试试看 对吧 啊 这得可以进来 呃 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一轴卡server 好 其中我们的一个 一轴卡一个server之后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事情 将这两个人注册到 一轴卡上面 对吧 注册一轴卡上面 我们下轴卡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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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